1900年初,在袁世凯铁腕镇压和清廷最高层默许的双重作用下,义和团被迫离开其发向底山东,走向直立、京基,逐渐扩展至整个北方。 这年一月,来自天津的义和团火种,首先通过水路在银口登陆,继而以秋风燎原之势蔓延至辽南及整个东北,白山黑水之间,各州县都活跃着开坛请神的大师兄们,预备杀住洋人。 在清廷的默许和庇护下,东北义和团势力暗自滋长,等待爆发的机会。 6月,端俊王宰一出任大清国总理衙门大臣,宰一以极端酬洋主称,慈禧太后重用她主管外交,态度不言而喻,准备和洋人掀桌子了。 与此同时,慈禧太后发布了公开支持义和团的预旨,允许义和团进入京城对付洋人。 清廷最高层陷入狂热状态,主战之声一浪高过一浪,这股浪潮很快传到东北,原先蛰伏待机的义和团备受鼓舞,纷纷大张旗鼓公开活动,向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事务宣战。 东北与官位情况不一样,自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以后,东北地区逐渐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。 因而,东北义和团的火力主要对准了沙俄,八铁路,砍电线,拆桥梁,烧脚塘,拔烧所,杀桥民,短短两个月,沙俄苦心修筑的中东铁路及附属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。 事后,据沙俄方面调查团统计,中东铁路全线70%的线路被破坏。 建筑,桥梁,器材多数被毁,机车,客户车多成废铁,损失达七千万卢布。 除旅大,哈尔滨和银口外,沙俄在各地的据点几乎全部被拔除。 义和团运动狠狠破坏了沙俄在东北的布局。 然而奇怪的是,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却一呼寻常的兴奋,兴奋到几乎想要唱出,听我说,谢谢你,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 那么,库罗帕特金是受虐狂吗?当然不是。 他明白,义和团搞得越凶,沙俄的报复越狠,狠到大清承受不起。 沙俄高层认为,义和团运动给了俄国一个夺取满洲的难得借口,他们坚信,所谓中国省份的满洲将不再存在。 7月9日,沙俄决定以护路宝桥为名,出兵占领东北,动员了12个军区17万大军,兵分7度向东北挺进。 东北清军人数少且战斗力低下,搞搞治安,勉强能应付,抵御兵强马撞的俄军完全不现实,除了极个别地方顽强抵抗外,几乎一处击溃。 至于义和团,念咒请神,棍棒拳术能敌得过训练有素,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吗? 目击者回忆,凌空翱翔般的哥萨克骑兵从两侧向着义和团俯冲下来,挥着锐利的尖刀把他们迅速地解决了。 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,俄军如入无人之境。 黑龙将将军兽山自杀,吉林将军掌顺投降,圣经将军增弃背伏,作为大清龙兴之地的满洲完全沦陷。 沙皇尼古拉斯一世,曾说过一句话,大一世,俄国旗帜不论在哪里升起,就不应当再降下来。 意思就是说,吞进去的土地,绝不会再吐出来。 问题来了,沙俄通过特别军事行动把满洲吞进去了。 大清有什么办法能逼他吐出来? 显然,一处击溃的清军和义和团大师兄们刀枪不入的法术,这个时候是都指望不上的。 大清对沙俄几乎没有反制措施和反击能力,东北完全就是砧板上的肉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弱陆强势的时代灭齐国,吞齐地的是很常见。 那时候没有国际机构出面主持公益,也没有世界警察多管闲事。 灭了就灭了,谁叫你弱? 当然,沙俄并非没有任何顾忌,吃下这么一大块肥肉,其他猎枪眼红了,肯定要搞事情。 对沙俄而言,当务之急是把军事占领合法化,堵住其他猎枪的嘴,所以他要逼大清签约。 对大清而言,想从沙俄嘴里把东北要回来,只能谈判哀求,唯一希望是找其他猎枪撑腰。 先是,沙俄逼圣经将军曾祁签约,曾祁心想,这不是逼我当满奸吗? 他宁死不去,派幕僚周勉前去应付。 周勉代表曾祁和沙俄签订了,奉天交地,暂且章程。 条约内容不说,大家也能猜个大概,奉天取军事话,奉天地方政府听沙俄占领军的话,帮助沙俄占领军维持地方治安。 一言以弊之,做好殖民地。 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很满意,召开预前会议,只是将条约的适用范围推广到整个东北。 沙俄不找总理衙门签约,而是找圣经将军签约,这是有讲究的。 八国联军并非铁板一块,找总理衙门签约,剩下的七国都会知道,他们羡慕极度,就会使绊子,找圣经将军签约,然后逼清廷承认,生米做成熟饭,其他国家只能接受继承事实。 考虑到李鸿章身份太引人注目,加之他要在京城和十一国周旋,沙俄要求清廷任命驻俄公使杨卢为全权大使,在圣彼得堡谈判东北事宜。 沙俄指定谈判地点和任务,就是想排除其他列强干扰,一对一逼迫杨卢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基础上,和俄国签订正式条约,悄悄地把事办了。 杨卢看起来是个很平庸的人,俄国人自信能死死拿捏他,让他怎么牵他就怎么牵。 清廷也认为杨卢能力一般,难当大任,但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,只得同意俄国的提议。 清廷嘱咐杨卢,你办事,我们不放心,有问题,找一匡和李鸿章商量。 杨卢接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,他要利用三寸不烂之蛇从吃土成性的沙俄嘴里拿回东北。 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在黑海,杨卢先找财政大臣维特。 维特是沙皇的宠臣,找他谈判比找外交大臣谈还好时。 谈判第一步,探口风,沙俄在东北想干什么? 维特告诉杨卢,我们不要满洲一寸土地,俄军总归是要撤的,但大清几乎是无政府状态,只经常沦险。 朝廷跑路西安,无法保证满洲治安,所以俄军不能立即撤兵。 很常规的回答,杨卢并不感到意外。 很快,英国泰晤士报,爆出一个重大消息,沙俄背着清廷逼迫圣经将军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。 杨卢急忙找维特正事,维特很坦诚,有这回事,这只是过度章程,而且治权还在大清手里。 杨卢不傻,刺刀下的治权有何意义? 事关重大,他立即请示一筐和李鸿章。 两人回复杨卢,发挥你的口才,喷回去。 先把这个章程否了,再谈教授东北的事。 外交谈判,逼的是国家实力而不是外交官的口才,说得在有理,人家不理你。 维特毫不让步。 此时,纳姆斯多夫回来了,杨卢又开始和他谈判。 杨卢表示,奉天交地暂且章程,没有经过朝廷批准,没有任何效力,就是一张废纸。 纳姆斯多夫要求清廷先批准章程,再谈正式签约的事。 杨卢坚持不费章程,正式签约免谈。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,纳姆斯多夫和维特轮番出马,交替施压。 杨卢只有翻译路争想跟随,事单理孤,但他顶住压力,就是不屈服。 坚持到最后,维特松口了,奉天交地暂且章程,作废。 一贯强硬的沙鹅为什么让步? 显然不是被杨卢的坚持感动了,原因是杨卢苦称待变,国际形势变得对沙鹅不利了。 泰晤士报,爆料奉天交地暂且章程,消息后,日本首先跳出来了。 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兽太郎,宣告庆金王一匡,中国绝不能允许沙鹅占据满洲,否则列强会群起校友,法国占云贵,英国占长江腹地,德国占山东,日本也会不甘忍厚,到时候中国将面临瓜分之举。 紧接着,小村兽太郎会晤的李鸿章,大骂沙鹅狼子野心,表示日本绝不做事不理,他拍着胸脯向李鸿章保证,在这件事上日本会全力支持中国。 日本和沙鹅都基于满洲,沙鹅先下手为强,日本岂能甘心,此事关乎日本在东北亚的霸权,关乎日本的生命线,日本必反对到底。 然而,仅凭借日本的反对,沙鹅并不在乎,跟强大的俄国相比,此时的日本确实实力有限。 这时,英国跳出来了,有时大家商量着来,列强正在北京商量辛丑条约,背着大伙,搞见不得人的勾当,真有本事啊,大英帝国不承认此章程。 英国是世界老大,在全球范围处处与沙鹅作对,双方斗了上百年,沙鹅无法忽视英国的态度。 法国和沙鹅是盟友,支持沙鹅,德国为了称霸欧洲,鼓励沙鹅在远东扩张,美国只想做生意,态度不明朗。 虽然有德法口头支持,但沙鹅还是顾及英日态度,这才在谈判桌上让步。 杨儒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,取得开局胜利确实不容易。 接下来的正式签约谈判,才是真正的炼狱模式。 1901年2月16日,沙鹅拿出了正式约稿12款,具体内容就不给大家放了,说说大意。 满洲还给中国,但必须去军事化,不准驻军,不准运入军火,但沙鹅可以驻军保护铁路。 地方官员如果不配合,俄方有权将其革制,满洲警察数量需和俄方商量。 俄人在满洲的损失及俄军出兵费用由大清承担。 最狠的是第八款,中俄交界各处,包括满洲、芒谷、新疆等地未经沙鹅允许,大清不准自行修路,不准将权益给第三国。 从约稿可以看出,沙鹅的胃口不仅仅在满洲,他们想把长城以北都收入囊中。 正式谈判前,沙鹅一再警告杨鲁,这事是两国之间的事,不要泄露给第三国,否则如何如何。 俄国人的话还没讲完,英国人就搞到了约稿的文本,约稿内容曝光,各国一片哗然。 英国和日本的态度自不必说,德国和美国也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,意大利和奥地利也掺和进来刷存在感,要求清廷不要签约,法国担心俄国在远东陷得太深,影响两国抗德大计,没有给沙鹅有力支持。 沙鹅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,大清国内,两江总督刘坤一,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电奏清廷,绝不能答应。 答不答应沙鹅,东北都很难要回来,如果答应了,其他国家必定群起瓜分中国,孰清孰中。 清廷陷入了两难,如果答应,其他强国将效仿俄国,宰割大清山河,如果拒绝,势必触怒沙鹅,沙鹅不给谈判的机会,大清将失去收回东北的唯一机会,列强虽然反对沙鹅,但未必肯和沙鹅开战。 清廷只是一框,李鸿章,事关重大,杨儒搞不定,还是由李鸿章统筹全局,和各国好好商量,既要不激怒沙鹅,也不要得罪列强。 李鸿章态度很消极,当初清廷支持义和团杀洋人,他就极力反对,联合刘坤一,张之洞等人搞东南虎堡,维护洋人在华利益。 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,在李鸿章看来,大清是求锤,得锤,既然犯了大错,肯定要付出代价,东北不可能凭一张嘴收回来。 除了第八款之外,李鸿章认为,其他条款没有太大问题,原则上可以签,细节需再谈谈。 杨儒没有等来清廷的明确之事,李鸿章又不靠谱,他只能按照自己的内心指引去和沙鹅交涉, 一条一条地驳斥和修改约稿。 维特苦笑不已,你这哪是修改,这是推导重来。 杨儒回复,漫天要价,坐地还钱,谈判不就应该商量着改来改去吗? 双方围绕约稿,竹子竹举扯来扯去,斗智斗勇斗口才,杨儒心里焦脆。 3月12日,沙鹅失去了耐心,纳姆斯多夫向杨儒递交了约稿11款,要求15天内签字,一个字都不准改。 相比12款,11款删除了最狠的第8款,这是列强反对最激烈的一款。 李鸿章很满意,征回不少了,细节再推敲一下,就可以签了。 刘坤一,张之洞等封疆大力不满意,他们火力全开,历见蜻蜓不要签约。 海外诸多华侨组织也致点蜻蜓和各省都府,要求拒签额约。 列强也纷纷向蜻施压,顶回去,不准签约。 蜻蜓左右为难之际,竟然给杨儒发了一个超级搞笑的指示。 孰情孰重,想必你有自己的判断,如果俄国宽限千月期限,那是天佑大清,如果俄国不宽限,就再和他好好商量商量。 如果两条路都走不通,你就自己拿主意,朝廷不能遥控拍板。 蜻蜓实在是无耻。 既咬又咬,还不想承担卖国的责任,把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问题抛给驻外公使。 杨儒内心遭受了一万点暴击,我就是个打工的。 东北埋的是你们大清的祖先,关我鸟事。 但责任心驱使着他苦苦争取,他冒着严寒,奔走于沙俄外交部和财政部, 拉姆斯多夫和维特都拒绝接见他,都下了最后通牒,赶紧给我签字,没有什么可谈的。 3月22日,吃了闭门羹的杨儒再回使馆的路上摔伤,61岁的老头经不住摔,右腿和左臂骨折,躺下了。 同一天,义宽和李鸿章给他发来了新的指示,卓梁画鸭。 什么叫卓梁? 就是你自己把握尺度签字,出师了的话,你自己扛着,和我们没关系。 维特得知杨儒获得了签字的权利,主动约杨儒见面。 杨儒拿出电报告诉维特,卓梁画鸭,不是画鸭拳拳。 维特说,这不重要,你先签字,如果日后大清政府不认,作废就是了。 杨儒表示,事关重大,必须获得拳拳才能签字,私子签字,我一颗头不够看。 维特接着说,这世包在我们身上,如果大清政府事后加罪于你,俄国一定出面保护。 维特甚至暗示杨儒,只要签约,卢布大大低有。 杨儒及许奸,我是中国官员,求俄国保护,太没脸了,如此行为,我在中国将没有立足之地。 会谈不欢而散。 3月25日,杨儒回使馆时,再次摔倒,不行人事。 或许,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。 3月26日,清廷的最终指示传到了圣彼得堡中国使馆,拒绝签约。 陆征祥趁杨儒短暂清醒,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 杨儒指示,把电报翻译出来,送往沙额外交部。 拉姆斯多夫暴怒了,他对陆征祥咆哮,等着瞧吧。 从1月4日到3月26日,杨儒与维特会谈了7次,与拉姆斯多夫会谈了15次,尝尽了弱国外交官的心酸与屈辱,扛住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。 他曾向维特坦言,我为中国办事,中国利益,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,方无愧我心,方为不负使之。 1902年2月,尤尽登库的杨儒并逝于诸俄使馆,弥留之际,他对手在身边的陆征祥说, 可怜弱国外交官,但能为国争得一尺一寸,尽职尽心而已,丢掉头颅,又有何不? 大清鼓起勇气,拒绝在额约上签字,此举意味着双方谈判破裂。 接下来的事,就不是蜻蜓所能掌握的了。 好了,中国完成自己的该做的事,该列强上场了。 日本诸俄公使会晤拉姆斯多夫,指出沙俄逼迫中国签订的条约,对日本构成了威胁,日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 美国国务卿海约汉约建筑美俄史,指出沙俄在满洲所要缔结的条约,危害了门户开放原则,危害了美国在华工商业利益。 英国倒没有说什么,它正在加紧与日本结盟,这比说什么狠话管用多了。 英日同盟意味着什么,俄国想想都头疼。 沙俄国内存在很多困难,不想和日本打仗,尤其是日本获得了英国的撑腰。 无奈之下,沙俄决定继续和清廷谈判,想有条件地从东北撤军。 清廷有了英国和日本撑腰,对俄谈判愈发强硬,沙俄只得以停止撤军相威胁,实际上它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 1902年1月30日,英日同盟正式签订,沙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,只得再次回到谈判桌上,自降条件,想尽快从满洲脱身。 4月6日,两国签订了,教授东三省条约,条约远超清廷期望,实在是意外惊喜。 东三省恢复到沙俄军队占据之前的状态,俄军分三期撤军,每期六个月,大清保护中东铁路,保护俄人安全和财产。 沙俄终于答应吐出东北,胜利属于大清,但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 条约签订后六个月,沙俄按约撤了第一批军队,这时开始,也是结束。 此后,沙俄把条约扔进垃圾桶了,拒捕继续撤军。 沙俄又为何反悔呢? 沙俄国内证据变了,稳重的维特一派失势,激进的别佐伯拉索夫一派崛起,沙俄远东政策随之改弦一张,决定不从满洲撤军,相反还要加强在满洲的军事力量。 总之,沙俄不能耸,要强硬到底,为此他不惜和日本一战。 1903年4月,沙俄提交了一系列苛刻的撤军条件,要求倾听签字。 三天后,大清驻俄公使胡维德·达夫拉姆斯多夫,从满洲撤军前,我们没什么可谈的。 这是大清含有的硬气时刻,值得鼓掌。 不过,大清能做到的仅此而已,两年多的交涉充分证明,和沙俄谈判意义不大,有理无理不重要,它只屈服于实力。 此时,日本悄悄拉住了大清,暗示道,接下来的事,交给我吧。 于是,十个月后,日俄战争爆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